六一儿童节 六一儿童节 很多明星艺人们都开始陪伴孩子庆祝 比如张子怡等人都开始晒娃 不过有一对家长却成功的引起了网友们的注意 那就是贾买亮和李小鹿 因为他们公号数次同框 当天贾买亮一身花色衬衫戴着余夫帽 包裹得很严实 若不是摄影师造格的太合金口眼 还真的是很难猜测出 这就是贾买亮 而当天李小鹿也是在身边陪同 穿着休闲长发披肩 依旧是昔日里那个辣妈 贾买亮全程陪伴着女儿甜心 并且还将女儿抱在怀里 相当的宠密 妇女俩又说有像画面很是温馨和谐 而李小鹿紧紧跟随身后 看上去也是一家人的记事感 不少粉丝们还敢叹 若是这一家人没有分开都好 因为他们可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模范家庭 随后甜心就跑出去玩羽毛球 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甜心玩得不易乐乎 看上去很是开心 尤其是在爸爸妈妈身边不断的嬉闹 想必这就是留意儿童节的最好福利 因为有爸爸妈妈的陪伴 孩子自然是最开心的小天使 在视频中我们发现贾买亮对甜心就很宠密 但是全程对李小鹿有点熟 是无度爱戴物理的样子 甚至还一脸严肃 期间贾买亮还接听电话 也是相当谨慎严肃 网友们都调侃此时的贾买亮 应该是很小心谨慎 不想被偷拍 贾买亮李小鹿离婚后手同框 贾买亮抱甜心相当宠密 对李小鹿代代过力气严肃 虽然两个人看上去都有点很不情愿 但是能够为了孩子在一起陪伴孩子过儿童节 还是值得点赞的 我们也希望甜心过了一个开心快乐的儿童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